在微信中输入微卡或者扫描右车的二维码关注文卡 在对话宽中输入您想查到的产品 记得查开该产品的信息 更多数码测评科技资讯在微卡.net 小米刚刚用同款配置的红米Pro 试图把红米这个品牌带到魅族华为的同一个平面之后 魅族也不甘示弱 用魅蓝Max想通过对标小米Max 速度把品牌形象又打回来 这就好像是江湖侠客之间的过招 先出招的人往往也会先暴露出自己的软肋 但这边魅蓝Max发布会还没开始 小米直接又放出大招 小米Max降价200 最低来到1299 最低配比魅蓝Max便宜真正400块钱 但还没等我们开始唏嘘 点开小米官网一看 中低配版的小米Max 由现货随便买 直接变成周二十点开抢 让这场战争彻底变成了群魔乱舞 所以小米魅族相爱相杀的传统 可能还要长时间的持续下去 今天的素描里 我们就抛开品牌与定价 只谈产品 来看看这两个Max到底输高输低 虽然在最新的红米Pro和红米Note4可以看出来 小米已经认识到 低端产品线也必须进行工艺升级的态度 并且在工艺水准上也已经逐步赶上了魅蓝 但这仍然改变不了几个月前发布的小米Max 工艺被魅蓝Max无情秒杀的事实 魅蓝Max在外观上就等于是魅蓝E的放大版 连电源键和音量键之间的凹槽都一模一样 虽然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处理 但却彰显了魅族在工艺上下了更多的功夫 魅蓝E和魅蓝Max肉眼可以看出的唯一区别 就是SIM卡槽那个开关的洞 分别位于SIM卡槽的两侧 而两者对体验有影响的区别 则在于魅蓝Max正面2.5D玻璃 过渡的位置 手感相对要更加圆润一点 没有魅蓝E上那一点点刮手感 6寸屏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跟5.5寸的iPhone 不好意思拿错了 跟5.5寸的iPhone 6s Plus比 好像并没有大特别多 但是跟6.44寸的小米Max一比 我去小米Max好大 这种视觉上的感觉 可能跟小米Max上下的额头和下巴相对更窄 屏占比更高有关系 总之就是小米Max的屏幕 至少在尺寸上更有Max的感觉 跟小米Max连单手拿着都感觉摇摇欲坠相比 未来Max如果你仅仅是单手握持的话 还是能握得很稳的 所以在经过了手机屏幕从1.8寸到现在67寸的进化 6寸和6.44寸到底哪个更好 这就是纯粹的个人选择问题了 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一点亮魅蓝Max的屏幕 这熟悉的蓝色不就是魅蓝E的屏幕吗 魅蓝Max屏幕色彩偏的方向虽然跟魅蓝E差不多 有点蓝但素质还是比魅蓝E差了一些 色偏的问题蓝和绿都没有小米Max那么严重 而6寸以上的超大屏容易出现的问题 魅蓝Max也没落下 可是角度不够好 跟小米Max一样 视角偏转 屏幕一下变红一下变绿 而整个屏幕发色也不够均匀 四角都有偏暗的情况 数据上 魅蓝Max和小米Max的屏幕 魅蓝Max无论是亮度 灰阶还是色准 都还是要相对更好一点的 在光线充足的环境 我们拍了一组标板 解析上 特别是边缘部分 魅蓝Max相比小米Max要更好 颜色上 小米Max要更寡淡 不如魅蓝Max 但来到暗光这个魅族手机过不去的坎 小米Max就开始弯道超车了 这组样张 是对着广告牌进行测光和对焦的 魅蓝Max有点过曝 颜色有点发白 不如小米Max 而这一组 两者的噪点都多的感人 小米Max领先一步 总的来说 这两个手机 在相机的水准上 仍然处于一个菜鸡护卓的阶段 虽然我们早就知道了 魅蓝Max和小米Max 放在一起比性能的话 联发科P10 是一定要被骁龙652吊起来打的 实际测试结果 魅蓝确实被小米打的20头 皇室战争 依然是台正常的手机都能玩 王子荣耀 联发科就没有哪个SoC是能满帧运行的 但是P10 居然比X20还相对好一点 但跟小米Max几乎全程满帧一比 瞬间觉得魅蓝Max太卡了 至于2K16 前方画面太过惨烈 请勿直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 在玩游戏的性能比拼中 联发科全线产品 骁龙652这个高通的飞旗舰 就足以秒杀全部了 总的来说 如果你在小米Max和魅蓝Max之间 纠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手机上玩的 不只是皇室战争这种游戏 那不要有任何犹豫 小米Max更好 能让你更好的玩 但魅蓝Max则能够提供更好的外观工艺 更好的屏幕 还有实测可以达到22.8瓦 在这个价位几乎没有对手的快充 所以如果你没有游戏需求 魅蓝Max则是更好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